新北幼儿园群聚 Delta魔王株一传二十九 已经有三十个人确诊 感染源究竟是幼儿园老师案16129 还是埃及霸案16160 另外装潢工16168 以及台大IE中心美食街员工案16167 感染源又是哪里 至今没有答案 但专家说 我们已经进入社区零星感染 找出源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但究竟现在防疫该做什么改变 是境外隔离出错 还是检疫次数要改 又或是疫苗政策不对 专家提出建议 入境14天要多增加检验 隔离前至少要做两次以上 也就是说因为你马上要进社区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定要确定你没有带病毒 另外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币 在脸书po文表示 建议应该检讨14天 三才检的检疫政策 但也有专家抱持不同看法 14加7天 我们也不可能再增加这个天数 这样就完全锁国了 大家应该要用比较能够跟病毒共存的一个心态 然后看待这个感染 专家认为至少在一年就可以控制疫情 恢复正常的生活 但未来口罩会成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 很难回到过去不戴口罩的日子 记者林英伟 王一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